许志勇的法庭陈述很长,我就念前面一段,他说我想有一个梦想,美好中国,美好,而且自由,公正,幸福,那是民主中国,天下乃是天下人之天下,非一族一党之江山,真正人民的国家,政权出自选票,而非枪杆子,人民定区选举议员,市长,省长,总统,权为民所富,民有,民智,民想,从此执政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占领者,而是谦卑的服务者, 他们公平竞争,人民折忧聘任,从此政权更替不再刀光剑影,血雨腥风,而是人民的庆典,大道之行天下围攻,3000年了,中华民族必将走出历史的三峡,走向现代文明,民主中国就在我们这一代,绝不把责任推给下一代